打电话来说你的儿子女儿被绑架了 这个是诈骗的老方法了 不过还是让很多老人家都听了会慌了手脚 台中市有一个诈骗集团就专门锁定70岁以上的老人家 打电话骗说他的儿女被绑架了 要求要交付赎款 结果短短三个月有14名老人被骗 而且这个诈骗集团的成员 营替最小的只有15岁 走在最前面身形略显服态的是48岁的女主贤 身为女性却心狠手辣 带领一票人白各种理由恐吓年迈老人家诈骑骗钱 没有办法让他回家 或是断手断脚或是殴打他们 那个诈骑集团会制造一个情境 让这个老年人误以为说他的女儿 或是他的小朋友真的是在这个歹徒的手上 老人家被诈骗金额从2万到45万都有 短短三个月已经有14人受骗上当 金额达500万元 老人家会依照指示把钱放在学校便电箱旁 或是树从边 集团成员再派未成年车手前去取款 一位其中有三位是未成年少年 然后最年轻的是大概86年次的 目前是中错的一个学生 他们之间因为平时都在网卡里面互动 那就是一个人介绍一个 祝贤目前经营酒店 但嫌赚不够还找未成年骗老年人 警方经过跟肩 终于破获这起假辱人争勒赎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